官方瘋了吧各位 體驗伺服器針對了六隻英雄 進行了升級大更新 而這六隻英雄的更新 很多人都說官方瘋了吧 但是會讓傳說對決 官方瘋了的情報是在6月20號 有一款全新的MOBA手遊要佔入全球 而這款手遊比Jump群星期節更加刺激 會帶給傳說對決更重大的壓力 今天我們也會分享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傳說對決 最新的免費情報 最新改版資訊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最近呢 我有三部超好看的劇情要跟你分享 每一部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好了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六隻英雄是哪六隻英雄 其中一隻英雄就是我現在正在玩的這隻 依夏 夢夢的復活時間從10秒下降到了6秒 圖倫一技能的飛行距離呢 從9米上升到了10米 還有就是 迪拉克的大絕招 不再能阻擋防禦塔 還有基地的子彈 這對於一些超級煩的迪拉克 對於高端的迪拉克來講 簡直是崩潰啊 大家都說官方是不是發瘋 尤其是一些會玩的迪拉克 把那個大絕招的盾牌卡在防禦塔 底下讓隊友塔殺 哇那個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嗎 接著呢就是我認為版本 我最討厭的中路法師莉莉安的大絕招 狐狸形態從不可選中移除了 無敵再見了各位 現在改成打斷保護 並且在施法期間獲得50%的減傷 那這個打斷保護的意思就是 施放技能不會再被中斷 但是英雄可以被受控制器的影響 像是艾瑞或是阿萊斯特的那種 大絕招的感覺哦 哇這個改動直接讓莉莉安 直接變成一隻超級大廢角耶 不是廢角啦 就是沒有像以前這麼的誇張了 那這次改版呢 這個版本非常強的免費英雄 趙雲大絕招的擊飛 從0.75秒下降到了0.25秒 而這次眾多英雄的改版之中 我最期待的是霧己 霧己讓很多的技能加速大提升 這個我們到時候在體驗伺服器 會試玩再跟大家介紹 那這就六隻英雄 那還是要貼心提醒所有的免費玩家 從今天開始那個免費活動已經開始囉 龍馬的全新造型 神夢一刀的美日任務已經開始進行了 那這個美日任務稍微比較難一點 它是有點運氣然後要合成的 大家可以上線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造型呢 用起來手感非常的絲滑 非常帥 而且是日文配音 是一個全新的聯動造型 本片的重頭戲來了 相信非常多人期待非常久 比Jump的群星期間更重大的敵人來了 不是說重大的敵人 應該說是兄弟之間的遊戲 王者榮耀剛剛呢 在他的FV官網公佈了 王者榮耀在6月20號 全球版就要正式上市了 那根據之前的情報呢 它裡面的介面也有做了些許的優化 目前看起來是如果你有在封測期間登入的話 會送你全新的英雄雲英 應該是王者榮耀的舊英雄 但是對於傳說對決的玩家來說 算是一隻新英雄 還有雲英對應的造型喔 那我剛剛有稍微用我的手機下載 竟然能下載 然後他的官網我們也能登入 那我們能選擇儲值的區域是香港 所以確定香港這個區域是有開放的 那我們應該是歸類在亞洲伺服器 那亞洲伺服器就有很多有 菲律賓啊之類的 那它作為一個全球伺服器 我真心希望大家到時候如果玩的話 官方能夠把台灣也加開一個伺服器 不然有時候像這種全球伺服器 如果你有玩過之前的其他類別的遊戲 每次台灣連到這種全球伺服器 都非常的LAG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到時候6月20號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喔 不過說到傳說對決官方 一直要說把傳說對決 做出跟王者榮耀的區別 目前2024年已經快過了一畔了 目前還沒有看到 什麼傳說對決的原創內容 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喔 所以如果真的王者榮耀的全球伺服器 到時候呢 又有送非常多的福利 這絕對是一個會讓傳說對決非常有壓力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內容 可以在FB直接搜尋王者榮耀的英文 就可以看到英文版 那我目前進去我的安卓手機 已經把檔案下載完成了 到時候封測再跟大家一起去測試看看 那我最近呢 在網飛看了三部非常好看的劇 不論是動畫或是美劇 我認為這三部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第一部是讓我真的看完之後超震撼 完全看完第一集睡不著 一直想要直接看到最後 我記得他有七集或是八集 而且每一集超短 沒有人場一次又看完 這部劇叫做尋路寶貝 它是好像是18禁的 但是這部劇呢 如果你有18歲以上的話 非常推薦建議看 它是一部非常病態的心理驚悚片 反正劇情的開始就是男主角在酒吧 遇到了一個女生之後 就被無限的跟蹤 那這部劇之前有上過新聞 這是一個真人真事的改編 這部劇一上市 馬上衝上了Netflix的全球排行榜 真的絕無人場 那第二部劇呢 我一開始是把它當成吃播在看的 相信很多人也看過 那就是迷宮犯 那這部劇呢你看到一半你會發現 這部劇不只是在吃怪獸 而且發現竟然開始有劇情了 然後我PO上我的動態 我一個非常愛看動畫的朋友說 這部劇呢是他目前 他活到35歲看過 他的結尾最完美 最瘋神的一部劇 那當然前面我說的那部尋路寶貝 為什麼非常推薦他 除了非常好看之外 他的收尾也非常完美 然後會讓你不斷的洗絲 他就是在演一個社會化的縮影 我不想爆雷 這兩部劇我非常推薦大家看 那第三部劇呢 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看的 怪獸八號 怪獸八號這部劇 這部動畫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有點像是怪獸版的一拳超人 那我最近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不斷的在網路上看劇 那很多觀眾都跟我說 一定要去看排球少年 我最近從第一季開始看 不知道追上最新的 還要再看幾季喔 我就是一集一集的看下去 目前看到了第四集 是真的蠻熱血的 尤其是那個音樂 哇再加上那個日向的殺球 真的太棒了 那其實最近傳說對決 也沒有什麼比較新的消息喔 就是看起來一樣 就是把王者榮耀一些 酷酷的東西搬來傳說對決喔 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傳說對決能做出什麼樣子的新東西 說不定在下半年 傳說對決的全新聯動會登場 希望之前官方在2024年之前 說的聯動是真的是咒術迴戰 而不是 這個什麼SNK的聯動 雖然他的造型都很帥 但是 真的用起來很沒有感覺 就是感覺是官方把王者榮耀一些 賣完過期的垃圾 然後搬到傳說對決 我不是說這個聯動是垃圾 就是 我們都是在拿別人的過季商品 你懂嗎 就是現在已經冬天了 我們還在穿夏天的衣服 要嘛就直接全球同步 就王者榮耀出什麼造型 我們就出什麼造型喔 不過相信官方應該也不敢啦 不然應該造型賣太過 大家就會直接崩潰 像這些聯動造型CP值 還都算蠻高的 好了那我們一樣有什麼最新的情報 都會跟你分享 當然如果你有什麼好看的巨拜托 你跟我分享 我最近真的鬧巨慌 不要叫我看什麼來自神淵 我不會再重計的 之前你們留言說什麼來自神淵 是一部溫馨的冒險友情動作片 我一看差點把我的咖哩飯直接噴出來 我的天啊 好了那今天的頻道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